朱尼托尼 朱尼托尼童话音乐剧《龟兔赛跑》 现在开始 有一天 一只兔子在树林里蹦来蹦去 突然 他看到路中央有一个又硬又圆的东西 这是什么 怎么回事 乌龟是你啊 我还以为是石头呢 慢慢吞吞 慢慢吞吞 跑得快的吐自我快快快 跑得满的乌龟你慢慢吞吞 跳一下我就能追上你 但你赶不上我满乌龟 跑得快的吐自我快快快 跑得满的乌龟你慢慢吞吞 像我跑遍整个大树林 你还在原地满乌龟 跑得快的吐自我快快快 跑得满的乌龟你慢慢吞吞 你赶不上我满乌龟 慢慢吞吞 慢慢吞吞 吐自你要不要和我赛跑 什么你和我赛跑 如果我赢了你要保证再也不取笑我 好啊我接受你的挑战 树林里所有的动物们都赶了过来 一起看他们赛跑 我觉得这场比赛兔子肯定会赢 是啊他说的对 可是这要等比赛结束才能知道吧 我们可不这么觉得 这场赛跑的裁判小鸟 指着山顶说道 看到那边的大树了吗 谁先到那里谁就赢 预备跑 加油 比赛一开始 加油好运劲 就蹦蹦跳跳地跑出去了 但是尽管乌龟用尽了全力 却看起来几乎还在原地 乌龟快点 你得跑得再快点 我已经尽全力了 是吗 兔子跑到半山腰 回头看了看乌龟 他看到乌龟在前进 但却还在离起跑线不远的地方 乌龟好慢呢 他怎么会那么有信心 我还是在这歇歇 睡个午觉好了 反正我都会赢 躺在树药下 微风吹过 兔子就这样睡着了 过了一会儿 兔子被一阵欢呼声嘲醒了 他看向山顶终点处 什么情况 在山顶上 所有动物们都在为赢得比赛的乌龟欢呼呼巧 你成功了 你赢了 想到你会赢 你真的好棒啊 小兽 没什么了 兔子飞奔过来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赢得过我 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兔子 兔子比谁都跑得快 所以他爱炫耀爱炫耀 乌龟比谁都跑得慢 但他从不放弃不放弃 结果 好的再快不重要 努力不放弃最重要 好的再慢也能赢 让我们为他割裂鼓掌 让我们为他割裂鼓掌 不 这不可能 这不公平 兔子 如果你觉得不公平 那你想要再比一次吗 这次比游泳 怎么样 我可以游得很快呢 游泳 不 我认输了 按照约定 我再也不取笑你了 太好了 那我们做好朋友吧 从那以后 兔子变了 他变得爱赞美其他动物 不再嘲笑 朱尼托尼童话音乐剧 下期再见 我从那里 游泳